在刚刚的新闻中 提到了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胜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看到 他的妻子耿和 发表了给高智胜的第三封公开信 信中耿和倾诉了 对高智胜的担忧和思念之情 同时他也指出 高智胜被非法迫害 以及造成他们家庭骨肉分离 背后的黑手就是中共政法委系统 他还表示 江湖城争取自由的成功 给了他希望和鼓舞 为了高智胜的自由 他不会放弃 但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希望大陆的同胞 给予高智胜安慰和支持 声援高智胜 已经离开中共控制 受美国庇护的耿和 日前发表给丈夫高智胜的 第三封公开信 信中耿和告诉高智胜 陈光诚经过千难万险 全家已经于19日到美国了 他在公开信中写道 听不到你的声音 又得不到你的任何资讯 我天天在这种 无爪无落的痛苦中煎熬 揪心的难熬 耿和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自从今年3月24号 高智胜家人 在关押高智胜的新疆 沙雅监狱见到他之后 监狱的电话 至今都不能打通 耿和表示他以前总是想不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 背后是谁在搞鬼 通过陈光诚事件 他慢慢理出头绪 明白了把高智胜关进监狱的 就是为非作歹 无法无天的司法机构 政法委 耿和回忆说 他在高智胜律师事务所上班期间 经常接到律协科长柴磊的电话 高智胜也经常被柴磊叫去问话 律协限制高智胜不能接大案子 和所谓敏感的案子 必须律协同意才能接 他们不同意就不能做 高智胜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上书名冤 为大陆上访的访民申诉 长期从事维权活动 2006年12月 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三年 缓刑五年 2009年2月 从陕西家中被警方带走的高智胜失去行踪 直到2010年3月短暂露面 但随后的20个月里 高智胜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今年1月1号 高智胜家人收到新疆沙哑监狱的入监通知书 获知高智胜被关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 800多公里的沙哑县监狱 当天 耿和给高智胜写了第一封家书 网友也在互联网发起到新疆探望高智胜活动 孙文广教授也长期从事维权活动 他表示 政法委就是打击这些敢于出来挑战权威 讲真理 讲真相的正义人士 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暴行进行揭露 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 2005年 孙文广和高智胜一起前往山东灵仪探望陈光尘 遭到当地国保殴打 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 正受到远景的跟踪 孙文广告诉新唐人 六四快到了 现在他每天都被监控 孙文广表示 他非常同情高智胜与家人长时间不能团聚 他希望大家一起呼吁胡温 尽快给高智胜平反 恢复高智胜的自由 耿和也希望关心高智胜的朋友能经常给高智胜写信 给高智胜支持 新唐人记者梁新唐瑞 采访报道